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萃取垮世代的創作精髓 在路上影展帶領大家擁抱 形形色色不一樣的人生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策展人楊玄玲 為我們分享 袁玲好 凱玲好 在路上影展 一聽就知道跟旅行漂泊流浪有關 所以袁玲是萃取了垮世代的創作精髓 所策的影展 垮世代是一群 很奇妙的人組成的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他們的創作理念 你的策展想法又是怎麼樣呢 坦白說 我其實只是借用了這個詞彙 那因為像公路電影 旅行電影 這幾年 其實不只這幾年 就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盛行的 各種片子 比如說台灣就是什麼 練習曲 不老騎士 這樣的旅行電影非常的多 但是其實我覺得從垮世代 就是尤其是那個最有名的這個 寫出在路上一本這本書的那個 傑克 凱魯雅克 他的在路上這一本書其實之前也拍成了浪蕩世代 對 那像是他們同世代的其他作者 艾倫金斯基的傳記或者是他的著名的書 這幾年也拍成了電影 然後才讓我們重新看到就是他們這一群人的頹廢上路精神 對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大家對於所謂旅行電影公路電影大部分都是帶著一種正面的我要上路去尋找正面或理想或什麼夢想這種逐風而去的這種狀猶 對 但事實上我覺得如果我們回到旅行的本質的時候 其實是讓我們離開了自己原來的環境 去到另外一個世界或者是去到就是讓你脫離了你原來的那個殼去探索或者是去經歷 嗯 不管是怎麼樣的形式去另外一個方式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會覺得其實我們每一次看電影每一部電影都是一趟旅程 對 那以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出發的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很多 即使它表面形式上並不是一個公路的旅程但事實上在概念上或許是帶我們去探索歷史的旅程 嗯 探索自我心靈的 然後也回應到這個垮世代的凱魯雅克他的就是說上路吧 嗯 他的人生就在路上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喔 去談就是即使頹廢 即使孤獨 即使疏離 即使覺得這個世界已經與我無關了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那就像探索歷史代他們所說的 那就上路吧 嗯 然後不知道路上會有什麼 可是總比在原地他不好 嗯 就像他說的在路上我們永遠年輕 我們永遠熱淚盈眶 有很多事情會觸動你的心情 這次公路電影大師溫德斯的作品也收了好幾部對不對 對 非常符合在路上的精神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對 所以其實延續這樣子的一個策展主題喔 嗯 對 其實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還特別找了一部 本來很想再放一次浪盪時代啊 但是這個大家DVD店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沒關係 那個自我去參考那樣子 嗯 那我特別找了一部 其實是以凱魯雅克他成名之後的 傳記電影的劇情片 然後在他寫了在路上這本書之後 其實那個年代他就大紅了 嗯 然後大紅了之後其實就 呃呃 他反而遇到了自己的創作的瓶頸 嗯 所以他來到了一個度假聖地 然後卧在屋子裡面 雖然是上路 然後就卧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尋找突破瓶頸的方式 那整部影片其實很有趣的也關於寫作 關於書寫作 關於生命自我的 省思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從這樣的概念出發 其實我們一定要談的就是說 公路電影大師溫德斯喔 他的電影其實我覺得每一部電影 即使是就是拍一個地方的 都可以變成是一種公路的探索 那他最有名的這個道路三部曲 我想大家應該都看過 或者是DVD 吉馬銀展都放過 那今年特別他獲頒了這個 柏林銀展的這個終身成就獎 所以有非常多他的片子都重新的出爐 那我特別找了其中的三部 其實是台灣觀眾比較少見到的 是溫德斯拍 關於拍電影這件事的電影 那像是裡面的我自己最喜歡的 失誤的狀態這部片 在當年其實是得到了 威尼茨銀展金獅獎大獎的 那這部片其實也很好玩 就其實是他大紅了 道路三部曲大紅了之後 被邀到美國 科波拉找他到美國拍片 但是你知道就是歐洲導演到美國 沒有那麼容易的 即使是溫德斯 所以就有點卡在那邊 不上不下 對 然後就是卡住了之後 剛好這時候有一個機會 所以他就回去拍了事物的狀態 就在事物的狀態裡面 他也就是拍一群跑到葡萄牙 拍片的劇組 然後在那邊突然製片失蹤了 然後沒有錢 然後一群劇組就卡在海邊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導演為了要跟自己的班底 就是有個交代 所以就千方百計的去找製片 然後反而捲入了黑道 那這一切就整個非常的荒謬 但是又很能夠符合 到底為什麼拍電影 就是一群人卡在那邊 然後要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解決了之後 然後勒 那而且很有趣的是這部片 他們在那邊其實是去翻拍 那個Roger Coleman 就是美國B級片大王的 一部名不見進傳的那個科幻片 那很有趣的是事物的狀態裡面 Roger Coleman還有客串一個角色 我記得是演律師還是什麼的 然後把所有的電影人都請進去了 然後自己去思索 到底拍電影是為什麼 我們這麼辛苦 我為了是什麼 這一趟的電影旅程 我覺得也很有趣 也變得是一方面也反映了 在當時溫德斯往返美國跟歐洲 然後想要他等於是跨足 開始跨足所謂的跨國合作的電影製作 那一方面又回來去思考他自己作者定位的 那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這部片我覺得就是如果是溫德斯迷的時候要必看的 那除了這部片以外 像另外的兩部 一部是關於溫德斯的紀錄片 然後就是很仔細的去訪問了他 他自己說他自己的創作的生涯 訪問了他媽媽合作過的演員等等 那另外一部片我覺得很精彩 其實是溫德斯在1995年 也就是電影百年誕成這一年 所拍的一部紀錄影片叫做光之幻影 那電影百年大家都現在都說 就是電影的發明是盧米愛兄弟 但是根據他們的發現 就是德國原來早在盧米愛兄弟之前 就有一個什麼史托洛斯三兄弟 盧米愛兄弟是兩兄弟 德國的這個是三兄弟 也發明了一種器材 然後可以放映影片 然後甚至是盧米愛兄弟的火車近戰的放映 是在1895年的12月28號 然後這個德國三兄弟 是在11月就公開放映了 所以真的要算救起來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搶先 是真的第一名 但因為那個器材 因為那時候是在一個發明 從靜態影像到動態影像的大發現時代 除了盧米愛兄弟 其實愛迪森也說 也說他是 才是第一名 對對對對對 那所以這波光之幻也很有趣的是 等於是溫德斯找回了這段歷史 而且他不用紀錄 不只是用紀錄片的方式 他其實片中採訪到了 當年這個三兄弟 其中一個的女兒 當時已經是90幾高齡 然後對著鏡頭講 他小時候還記得 他的爸爸叔叔伯伯們 如何請家當戰去開發跟發明 開發這個東西 那電影裡面也用了大量的重演的方式 然後甚至是回到默遍早期的時代 那一種快歌啊 然後有一點點周邊臨時的喜劇 去重現當時電影發明之初的那一種 人們對電影這項媒體 這項藝術的一種感動 雖然這是一個談電影發明史的電影 但是從概念上來看 我們也可以說 他帶領我們走上了 也看到了電影之路的一個開端 拍了一部叫做 《列寧格勒牛仔真美記》 所以一群那個 你想像就是那個 一群所謂的搖滾大叔 就是胖胖的芬蘭人 然後吹著那個飛機頭 然後穿KONBALAKO那樣子 帶著吉他 然後想要完成所謂的搖滾夢 那搖滾之地就是美國 所以他們就千方百計的跑到了美國 這次很難得 還有東歐電影大師庫斯杜里卡 還有芬蘭明島 郭麗絲瑪基的作品 你收了哪些好作品 你知道就是當這展人 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愛片 全部收到手裡 對對對 這個庫斯杜里卡的《流浪者之歌》 其實是我當年 我那時候還是大學的時候 在金馬營展看到的時候 就飆淚你知道 然後馬上去搶購 他的原生袋 然後這麼多年了 一直想要在大螢幕重看 然後這次其實本來以為放不到 因為聯絡了半天都沒有消息 然後到最後最後就突然 收到了回應 你知道就是當下收到國外說 這部片的版權有了 然後可以放映的時候 我對著電腦就收到E-mail 就直接跳起來 在那邊轉三圈 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就是這部片 就是我覺得是 可以說是奠定了庫斯杜里卡的大師地位 最重要的一部片 當然地下社會是非常大氣 非常細膩地去談國族 但是《流浪者之歌》 其實是更深刻地去反映 所謂吉普賽民族 他們的漂流跟流離失所的那樣子一個宿命的心情 那音樂 然後情節 然後那所有的魔幻跟華麗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 但是公路電影我們怎麼樣去看 我們怎麼樣去 除這些經典 像是你剛剛說的這個芬蘭導演 阿基斯 他一向都只在芬蘭拍片 那但是我就是watch 當年也是在金馬營展看 就是他拍了一部叫做 《列寧格勒牛仔真美記》 所以一群那個所謂的搖滾大叔 就是胖胖的芬蘭人 然後吹著那個飛機頭 然後穿空巴拉口那樣子 帶著吉他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想要尋找所謂 他們是一個樂團 然後想要完成所謂的搖滾夢 那搖滾之地就是美國 所以他們就千方百計的跑到了美國 但是跑到美國人生地不熟 語言也不通 然後就在路上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發生了一連串亂七八糟的 就是郭利斯瑪基 最擅長的那種冷調的幽默 而且這也是郭利斯瑪基第一次 可以說是第一次離開故鄉去拍戀 跨國 對 然後又派出了這種 他們是真的上路 離開他們的故鄉 你去看到的其實不只是 他們對於個人夢想的追求 或者是失敗 挫敗 那當然也看到了所謂的文化差異 跟大家對於美國文化 跟美國精神的一種向往與失落 那這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就是你回到像是在溫德斯的電影 或者是像我們這次的其他幾部片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大家喝著可樂 然後可口可樂 然後看著美國的影集 但是對於就是在吸收到的全球化知識 與自己的國族認定上面 你要怎麼樣去找到中間的歷程的那個定位 這點是很有趣的 對 所以除了這些真正的公路電影 這次元凌其實也擴大了在路上的精神 對不對 還收了很多其他的好作品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其他你推薦的片子 好多 怎麼辦呢 其實這次這樣子選一選下來 長片短片加起來總共有21部 本來想就是想說 20部就好了 那個1好像有點 冒出來 對對對 那後來就心想如果要符合那個 垮世代的精神的話 就是自由改革 為什麼一定要整肅呢 所以就不管了 21就21那樣子 那裡面其實有一些片子啊 我覺得很有趣 像是有一部叫做《八月風》 《八月風》其實是彈一個小島 然後一個少女 巴西的小島 在夏天的午後 然後就採椰子 海邊的小島上那種海風徐徐 然後不之所以 但是一直想要出走的那樣的心情 導演在拍片的時候 他當初想要拍這部片 其實是想拍一部 你不用看就可以聽到的 影片 所以電影裡面其實收入了 非常多非常多 海邊或小島上的各種聲音 那以及這個小島 還有本土的文化 然後阿嬤跟這個少女 還有這個少女跟她的男朋友 還有一個外來者之間的對話 然後去細密的交織出 一種很微妙的聲音的語言 他雖然說他只要拍 光聽就可以聽出來的電影 但畫面卻又非常的美 你知道就是那個海 船開出開到海上 然後一片的汪洋 他們也就這樣蹦跳下去 然後去游泳在水裡面 整個電影就像是帶你到蘭嶼 或者是帶你到那個島上 進行了一場的聽跟聽風的假期 真的就是八月風吹來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覺得 還有像是有一部叫做駱駝的天空 很好笑說你不知道原來駱駝 在伊斯蘭的國家裡面 駱駝有所謂的選美比賽 然後中間就是講一個女人 她其實不應該因為只有男人才可以帶 因為性別的性別歧視的關係 只有男人才可以帶駱駝去參加選美 對對對 那這個女人因為上夫啊 所以怎樣都要贏得 她的駱駝又很美 她覺得不比賽太可惜 對對對 不比賽太可惜 所以她就踏上了這個帶駱駝比賽 去選美比賽之旅 那這個別開生命的駱駝比賽 也非常的有趣 不管電影裡面的人 他是不是在進行旅程 那對於觀眾來講 你真的是不用出門在戲院裡面 就去到了那裡 看了那一場 就展開了這一趟的旅程 然後看到駱駝如何參加選美比賽 那很嚴重的 就是還要細細的輸啊 睫毛啊 因為駱駝不是睫毛很長 裡面就是細密的去進行這些的 就非常的有趣 那當然就是人家的影片的重點 是要探討伊斯蘭的這個性別問題啊 還有種族啊 社會階級的問題啦 但是畫面上就是還是非常的有趣 大家一方面可以看到 就是電影最開始可以是什麼 那個那個默片的黑白片的 最原始的那個時代 也回到心靈的最源頭 看到伊底帕斯情節 或者是說 希臘悲劇 這個是所有戲劇的源頭 更自由的去看到關於生命 關於凱魯雅克 關於所有的文學的書寫的 這些一切的元素如何透過影像變成一種在路上的歷程 嚴格說起來 很多人看了可能會質疑說 欸 策展人應該是自己喜歡帥哥 所以就是硬把這部片壓進來 叫做這個我殺顧我在 大家就是凱因知道 我其實是很喜歡殺戮 這種編軍殺人狂 喜歡重口味的 喜歡重口味的片 我也喜歡詩意跟浪漫 那但是這部我殺顧我在 我覺得可以說是很有趣的 它是以一個連續殺人狂當作主角 但他去用 像是用王家衛的拍法來拍他 你知道這整個影片 2046裡面的梁朝偉變成了連續殺人狂 然後他不斷的記錄 不斷的寫 他殺人的目的是因為 他感覺不到他自己的存在 直到他面對那個受害者 然後逼你是我的受害者 你才會真的看到我的存在 所以殺戮這件事對他來講 變成一種尋找自我存在的歷程 那到最後其實他找到一個 可以不用殺 但也看得到他的人 但是有一點點微失已晚 所以整部片的那種哀傷的宿命的 這樣的一個氣息 反而把殺或者是殺戮這件事情 談得更深 那延續這樣子的東西再往下 其實這次還特別找了何鎖導演 他的一部非常精彩的紀錄片 叫做《寧氏深淵》 他是記錄了好幾個死刑犯最後的告白 然後他的拍法其實看起來也很簡單 就只是請他們不斷的講當初的犯罪 然後很多都是很年輕 就無動機殺人的這樣子的一個犯罪 然後現在其實看起來也還不算老 就是因為他們十幾歲就犯罪了 現在二三十歲 那但是經歷了漫長的訴訟等待 他知道他最後終將還是要走上那個 就是最後還是要逸死 但是何鎖透過看起來好像很平常的 去讓他們自白不斷的講 然後有一些時候也是講一些生活的瑣事 跟瑣碎的記憶細節 但反過來其實你看到就是說 當我們把所有的殺人者 或者是把所謂的犯罪者妖魔化之後 其實你看不到社會真正的問題 所以這部片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一方面其實讓我們看到 死刑犯的最後的人生之路 但另外一方面其實你也看到 就是說社會對於 我其實自己是不贊成死刑的 面對死亡 然後當你把所謂的犯罪者妖魔化之後 整個社會就真的平安了嗎 就真的再沒有威脅了嗎 你透過這些人告白 你可以發現這些人 真的都是來自很平凡的家庭的 所以問題真的只在他們身上 我不是說不是要替他們開罪說他就無罪 但是問題真的只在他們身上嗎 所以這樣的思索我覺得很有趣的 其實是帶我們回到 就是說再回來就是在路上的這個命題 就是說路上可以不只是往外的 讓我們抽離現在 甚至是要讓你往內 往心裡內在去仔細地看 或者是探究你心裡面的價值是什麼 那個往自己的心裡面 或者是往社會的底層去挖掘 那很有趣的是凝視深淵這個片名 其實也是取自尼采的名句 就是說當你凝視著邪惡的時候 邪惡也會反噬你 就是這個深淵 所以你一方面看著 你不斷地看著的 看著邪惡的時候 其實你不僅僅是看到怪物本身 或許那怪物背後也是你自己 你反照的也是你信念那個沒有看到的 或者是還沒有發作的那個怪獸 那這些影片我覺得都是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當我們以旅行 或者是上路的概念去思索的時候 其實電影真的就變得就是說 其實我那時候還很想 就是應該要去把什麼科幻電影啊 就是那個2001太空漫遊啊 這些拉進來 但是實在是小小影展竟非有限 好 那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些都是一種旅行 讓你在戲院裡面作著 然後看著一幕 就帶你走到走遍世界各地 或者是回到歷史的源頭 然後或者是像這次還特別也找來了 那個伊底帕斯王 帕索里尼 帕索里尼的 帕索里尼真的是一個變態的老家 但是又很精準 那希臘悲劇的帕 伊底帕斯王現在已經變成 就是因為佛洛伊德的引用 已經變成是一個名詞了 他的最源頭其實是來自希臘悲劇 所以看到這個 這也是我覺得 理論上來講 伊底帕斯王 不像是一部公路電影 是 但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 伊底帕斯他在尋找 尋找自我聲勢的這個歷程 然後以及他在尋找的過程中 到最後尋找到了解答 那他怎麼樣去做決定的 這一個一連串的人性的源頭的歷程 都是一種公路 都是在路上的精神 都是在路上了 對 那這部片也是就是我覺得 回到最源頭的時候 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 就是這次的影響 我希望大家一方面可以看到 就是電影最開始可以是什麼 那個默片的 黑白片的 最原始的那個時代 也回到心靈的最源頭 看到伊底帕斯情節 或者是說希臘悲劇 這是所有戲劇的源頭 然後甚至是再來就是回到 你可以更自由的去看到 關於生命 關於凱魯雅克 關於所有的文學的 書寫的 這些一切的元素如何透過影像 變成一種在路上的歷程 今天非常感謝元琳幫我們分享 在路上影展 謝謝元琳 謝謝 謝謝大家 養羽 給繞著 畫面